上個星期因為典型梅雨封面影響 近一個星期的時間天氣都不穩定 而封面報導不過影響的時間短 雨量沒有上個星期來得多 會一直影響到28號 而從29號起封面才會遠離 整體天氣將轉為多雲到晴 山區仍要流域局部短暫雷震雨的發生 上週因為滯流封面和西南氣流影響 帶來連日降雨天氣 雨是在週一週二也逐漸趨緩 但週二晚上又有一波封面報導 不過滯流封面因為移動速度較快 雨量沒有上週來得多 將持續影響到週四 花蓮台東有局部短暫震雨或雷雨發生 有安排山區活動民眾仍要多加留意 到28號之間 這封面都會影響到台灣這個情形 不過這封面比較偏北 所以對花蓮來說基本上 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不過整天就是26號到28 花蓮的雨就會比較多 所以在26到28 今天晚起的時候 開始就會比較多的雨 然後27、28 整個花蓮看起來雨會比較多 然後到29號開始封面離開以後 大概就會進入比較 像夏季的天氣一樣 就是比較偏向於午後 短暫陣雨或是雷雨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禮拜大概就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晚上封面影響到28號 然後29號到下個禮拜一 大概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一個夏季 比較炎熱 然後比較偏向於午後會下雨的一個情形 週四降雨難移 東南部有短暫陣雨或雷雨 但強度減弱 降雨空檔增加 週五到下週封面遠離 各地大多晴朗炎熱 屬於層間舒適 白天悶熱的天氣形態 午後山區及西南風下風處 仍有局部短暫雷陣雨 提醒民眾眉雨封面影響期間 容易有劇烈天氣變化 出門多加留意天氣資訊 記者蔣邦彥華聯師報導